我们要问,忏悔,是不是真能灭罪? 你要来问我,我会肯定地告诉你,确实能灭罪。 为什么? 罪心本宫,它不是真的。 真心里面,决定没有丝毫罪,真心是精善精美。 这些是非善悟,根源在阿賴。 所以,转世成智啊,罪全没有了,罪福都没有了。 那么罪生极乐世界,确实,它就转世成智了。 那又活宽,这个精从,主张的是,待与忘孙。 带往生凡复性啊,转世成智就不是凡复了。 发生大四啊,阿维越智菩萨了。 所以,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的,那么有话说的。 转世成智在什么时候呢? 在莲花里头。 那,往生,把这个身体丢掉了,放下了,神使,坐在莲花里面。 那,莲花就合起来了,借银的时候,花开的。 你坐在莲花里面,花薄自然,合起来了。 佛带着这个花,到极乐世界,放在切宝池里面。 在切宝池里面,开花的时间长短不一定,那是个人。 那,信愿持民的力量,那,信愿持民的力量强,这个花,到极乐世界,切宝池里面,马上就开花。 花开建福。 那,有些人时间很长。 甚至于还有人,带着半信半疑的心,他也往生了。 随身边地,边地在那里,边地就在花里头,花脑不开。 不开的时候,他见不到佛。 听不到佛法。 他的苦就是这一点,除这一点之外,他什么苦也没有。 啊,他真是入极乐世界了。 啊,苦再不能见佛,苦再不能悟伐。 啊,这叫边地移成。 边地移成,就是莲花里头。 啊,花没开。 啊,一根拔掉了。 花就开了。 啊,所以,对这个花门,不能怀疑啊。 啊,严重的怀疑也吃不了啊。 不能感应的。 啊,稍微的怀疑,就会感到这个麻烦。 花开的时间,花开的时间,一样吃。 啊,不可能到了个地方,花去开。 这些我们要懂啊。 啊,啊,所以要真心。 啊,要怯悦,其实恳怯,非常恳怯,想往生的这个念头。 啊,换句话说,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。 啊,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盼望。 啊,真正求着, 罢不得早一天我寻了。 啊,现在就去。 啊,现在就去。 强烈地用啊。 啊,啊,这是你决定的神剑图的保证啊。 啊,啊,所以忏悔重要。 重要。 用什么参悔法? 啊,现在有人提倡, 用粘擦法来参除业症。 好不好? 好。 你问我学不学? 这个东西我过去学过。 时间不长。 没超过半年,我就不学了。 为什么? 这一句佛号比那个强多了。 那个忏悔是零零碎碎的。 念佛忏悔是彻底忏悔。 把罪根都拔掉了。 这个要知道啊。 啊,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,万得鸿鸣。 啊,你念他,他哪里有罪业? 他没罪业。 天天念他,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 所有罪业都灭干净了。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 要不然呢,无量手间就白雪了。 那就太可惜了。 啊,一定要相信。 你看看,海鲜老和尚给我们现身说法。 他有没有吃法? 有。 怎么吃法? 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戒律。 圆满的三味。 圆满的薄弱。 你还念什么? 啊,念这一尊佛,那一尊佛。 念这个菩萨,那个菩萨。 祝佛菩萨的名号,都在依据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 一个也没漏。 念阿弥陀佛,全都念到了。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 你都要相信了。 你不信,多怪你。 为什么呢? 难信之法了。 难信你能信的。 这还了得。 为什么你能会相信呢? 你有大福德。 大善根,大因缘。 神毕陀佛讲得很清楚。 不可以少善根,福德因缘,得神毕苦。 所以能信不坏,是大善根,大智慧。 这种人,千万种难得有一果。 所以你不相信呢,这是可以明了的。 。 那这个中善根佛的,是无量界修成的,不是一僧二僧。 无量界修成的。 我们真的把这个经读通了。 搞明白了。 那这个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? 那这个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? 就是帮我们断义身心。 那法。 恳切。 求生进途。 这个一念。 这功德无比殊胜。 跟阿弥陀佛直接感应。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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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